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讲到健康 秋冬是吃锅的季节 那很多观众朋友 吃锅老是免不了酱料 你会发现 辣椒酱 沙茶酱 各式各样的蘸酱 都是市面上最容易取得 但是也最隐含着 高油 高盐 高钠 甚至一部分的高糖的高危机 那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的是 健康自己酱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江守三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医生好朋友 刘彦芝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医生好朋友 陈一芝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好朋友 黄俊瑋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健康好朋友 谭敦慈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郭主义师傅 大家好 好 待会我们谭老师跟郭师傅 都会分享他们的健康自己酱 那这个都是秋冬 非常适合的这一个酱料 但是姜医师 这个酱料吃得好是OK 提味 那也可以维持这个健康 那吃得不对的话 就很容易变成肾脏科的病人 没错 因为传统上来讲 做酱怎么不让它腐败 最常用的就是一堆盐巴 对 盐制它 盐或油 对 那油制 那甚至于说用糖制 那这几个其实看起来 目前看起来都有很大的健康风险 像我有一个同事 他有个小孩子很好玩 这个小朋友早上他都是习惯 他们家里就是用吐司面包 狗狗酱 那他也喜欢 如果偶尔去外面吃那个早餐店的 他也 这个葱油饼 他还加一堆酱 那他们老师后来就来讲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他说这个小朋友 早上 他们老师都觉得这个小朋友 就是很玩烈 为什么 他坐在那边上课上一上 他突然间会走起来 走到旁边 然后去把那个女生头发拉一下 玩烈 可恶 可是下午的老师 都觉得这个小朋友很乖 因为他下午从来没有这些很奇怪的行为 为什么 那就带来看 那我们查了半天 奇怪 其实他的生化检查也都是好的 也没看到什么 后来才发现说 他们早上吃的那个酱 我后来叫他妈妈拍一个给我看 那个酱真的很漂亮 你知道吗 很鲜艳的颜色 那么鲜艳的颜色 其实绝对不可能来自于煮过的食物 你知道我们酱都叫煮熟 他既然维持一个鲜绿色鲜红色那样的东西 他一定是用所谓的人工色素 那这所谓的煤焦色素 开普敦六色素 刚刚发生出来的时候 在老鼠实验都说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开始给人吃 给人吃之后才发现一个大问题 这个开普敦六色素被发现 他会制造过动症 那当初也不是原来的科学家骗我们 你要知道做动物实验有个困难 你观察动物 有些行为你很难观察 比如说我请问各位 你怎么观察老鼠有没有过动症 对你怎么知道老鼠会不会拉女同学的吗 对 你完全看不见老鼠会不会过动症 在人身上我们就发现它会过动症 所以开普敦六色素 太多的酱料里面加这些东西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 因为我们酱料打开之后 它就瀑气了 细菌就掉进去 对不对 那还有人看不过微信 他们的嘴巴就下去拉 汤匙沾水也可以去玩 这样细菌发霉都有问题 对 所以很快的其实它就 菌落素会很高 好 可是他卖酱的人又怕说 一下子坏掉 我们消费者现在很会客宿 动不动 上苹果上什么东西就来告了 好 他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育 他做什么 他帮你加很多的防腐剂 对 所以这个是酱料第二大二 除了原来的盐 开普敦六色素 还有防腐剂的问题 所以陈医师 基本上才会在上次 跟我们录影的时候讲说 你吃火锅 都尽量不碰沙沙酱 你也尽量降低 你对酱料的摄取 那酱料的摄取 不只是对成年人影响很大 对小孩影响更大 硬实 我们大家都有个概念说 我们知道要不盖 我们知道要 优质蛋白质 那我们知道睡要睡得好 然后我们知道说要多运动 但是其实我慢慢忽略了一点 是不要摄取什么 对其实我那时候 遇到那个孩子是 父母带来 然后其实父母都还蛮高的 他们觉得他们的孩子 已经 大概已经十二岁 已经在生长发育了 然后他们一直 有个想法是要去吃转骨方 然后他们觉得 他们孩子早不高 那我们就来检讨一下 他的运动啊 他的睡眠 再来饮食 然后他们说有 他们尽量都补钙 然后尽量补蛋白质 那我在进一步再问一下 他们的饮食状况 其实最后的问题是 他妈妈在家里不开火 他们通常外食 那其实外食潜在的一个危机 就是高钠高油的问题 你知道其实我们的钠离子 如果摄取过高 这种高食炎 高钠的这饮食设计过高 它会影响你钙的吸收 对 所以它间接的 你怎么补钙没有用吗 你间接的 借由这个高钠的一个状态 去影响你的钙的吸收 但是它其实也会影响我们心 心离子在身体的生长发育 所以它对于孩子的成长 除了是体质上面的 这个钙的吸收会影响 还有一个智力啊 这个心离子的 这个吸收也是会影响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普遍来讲的话 小朋友他们可能零食啦 外食这些的 高炎的这种状态 都会影响他们的生长发育 真的 而且黄医师 你们临床上就会遇到 有一些小朋友 因为这个重口味 造成了儿童的性早熟 对啊 这个其实以前在医院的时候 我们很常常遇到 就是那种八九岁的 然后就来 女生来就说 已经月经 开始有一些快要点状出血 已经快要月经来 然后再问 打开衣服看 就是可能都已经 乳房已经在开始发育的状况 那通常再仔细问 就会发现 我们大概会抽后续的一些血啦 可是一问就发现 所以平常就是 麦当劳啦 外面的饮料啦 等等 重油的这些 吃非常多的状况 然后这种状况 其实我们通常在 咽一些相关的荷尔蒙 大部分啦 问家族史 其实都正常 但是他就是很奇怪 就是很早就先提早来 那我们要赶快去做那个 骨灵的检测 那骨灵检测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先看 他的那个发育的情形 如果说他骨灵 已经提早愈合的话 就是他已经超前 他现在年龄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再长高了 真的喔 对 那所以我们通常会先验 这个骨灵的状况 所以幸早的时候 可能造成如果是这样的女孩子 他搞不好 这个将来就比较不容易长高 对 而且是特别是你越早来 譬如说大概国小二三年级 甚至月经就已经来的时候 我们要赶快先用一些 让他不会月经再来的一些荷尔蒙的药 先让他挺住 让他继续发育 不然如果太晚的话 基本上小朋友就是这个身高了 对 那我曾经有一个印象很深刻 就是在我后来到诊所之后 然后就遇到有一个十四岁来 然后就看身高大概一百三十几 这样一百四十公分 十四岁这么来 对 他已经国二了 然后我就问他 算你月经来 没有 他说很早就来了 然后我看一看就 看一下他状况 大概就已经没办法再长 可是我还是请他先去医院 再去验一下古龄 看他还没有机会 因为如果你在 在那个古龄还没愈合之前 就生长版还没愈合之前 你赶快先给他一些 生长基数 你还有机会再长高 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 生长版是哪个位置 因为你刚刚讲一百三十几到一百四 我最近帮我哥哥的小孩买衣服 他国小二年级就一百四十公分 所以我觉得怎么会国中二年级 还一百三十八一百四 生长有问题啊 对 这是照手部的一时光 那手部照完生长版就可以判断出 他将来还会不会再长高 目前还有没有机会再长高 生长版看每只手指头 他还有那个顽骨 每一根他都有愈合的一个形态 你属于第几期 一到六期 然后每一根总共去算出一个 你的骨龄跟你现在年龄 是不是相符合的 他们有一个对照的图表 他就是根据这个对照图表去做比对 那如果说你 性早熟的就会比较早 走比较前面 那万一说你已经生长版都已经愈合了 那就大概就没有机会再长高 你这时候即使生长基数一直打 大概就是停滞在这个程度 对 那我们其实 临床上蛮常看到的 因为这种就是肥胖啊 吃多啊 这种常常往往一些环境的荷尔蒙 会带来他的一些性早熟的情形 那这时候就要赶快积极先用药物 让他月经啊等等先让他停住 然后再赶快用生长基数 或者说赶快做一些身体的调整 把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戒掉 多运动 这样还有机会再长高 所以饮食真的对于健康成长跟发育 都很重要 那接下来谭老师就要来分享 谭老师前一阵子在本节目录影讲到 分享了这个谭氏辣椒酱 这个是健康辣椒酱 低盐辣椒酱 所以谭老师今天要来现场 示范分享给观众朋友 对 其实这个辣椒酱呢 基本上我就是非常低的盐 那我们用这个的话 低的盐跟低的油 是 因为一般的辣椒酱 它为了让它那个要很多的油 但是我用的油少 那我用的又是比较 这个如果要做辣椒酱 我会用起烟点高一点 那我今天用的是那个葡萄籽油 或者是这个玄米油 就比较耐高温的油 谭老师其实用蛮少量的油 那老师今天的这个辣椒酱 主要的成分当然是辣椒跟蒜末 蒜末有没有什么前置作业 蒜你就是把它洗干净风干 好 风干 要干燥 对 然后呢 就是我们先切碎 然后就把它放到锅子里面去炒 让它稍微有一点点香味出来就可以了 那辣椒也是洗干净 一定要擦干 擦干 擦的干就是尽量让它所有的水分 通通都走掉是不是 那谭老师的辣椒酱 主要的成分是蒜末跟辣椒跟盐巴 还有什么 一点点糖跟酒 一点点糖跟酒 酒是米酒吗 我在家会用一点高粱酒 让它的那个浓度是高一点 所以有一些人的辣椒 像我昨天有朋友让我吃 加的是葡萄酒 就是说酒有消毒 然后还有一点点可能酒的这个 烹调过程当中 它的酒香会不大一样 它高粱也是酒精浓度比较高的 对 其实以前我爸爸做的时候 他会加竹叶青 很香 对 因为我祖籍湖南 你爸爸也会自己这样做辣椒酱 我爸会 因为我们祖籍湖南 我们基本上会吃比较多的生辣椒 但是我们还是会做一些 那我爸就会用竹叶青 高血压已经十年了 但是他才28岁耶 所以我就看他讲说 你也发现了高血压 真的是不能吃太心 不然很容易很早 可能就要去找这样一期 在美国第一位造成洗症的原因 是高血压相关的 真的喔 真的喔 那谭老师今天其实有分享 谭老师刚刚那一锅是示范给大家看 韩式这个健康辣椒酱怎么做 谭老师今天有分享这个事 谭老师你事先在家里做好了 对 好 现在这个是香菜梗 这是香菜梗 我们只要梗不要叶 为什么 因为那个叶子的话 会太潮湿了不好 那我们就放香菜梗进去 然后这样炒一炒 炒一炒之后我们就放那个高粱的下去 好 然后呢 我会放这个白芝麻 那你要用黑芝麻也可以啦 就是你喜欢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 有芝麻在锅子上跳舞 对 那我们就加一点点的那个盐 其实我盐在家 其实有时候你甚至可以不要加盐 为什么 因为因为你要的那个 你看很少量的盐 我叫在家就是 就是其实有时候 那躺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我不大喜欢甜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就给它拌炒 拌炒 然后呢 炒的稍微 让它有一点点起泡 就是都起泡 其实因为我们只做一个礼拜的份 所以不要 就是不用太做太久 炒制太久 好 然后我来看一下 唐老师这一个辣椒 唐老师这个辣椒是 已经做好 你从家里带来了 对不对 是 所以你会用一个小的玻璃罐 然后一次做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的份 那可能一个礼拜把它吃掉 对 那一个礼拜才能低盐 对 如果你要保存 比方说一个月两个月以上 你的盐的用量可能就得加大 对 那唐老师是希望想吃低盐的辣椒 所以都自己做 对 那这个把它炒好做好之后 保存是不是一定要放冰箱 一定要放冰箱 一定要 然后一定要干净 然后这个比方说保鲜盒 把它蜜好收好 对 好 那这个已经好了之后 好香喔 就把那个花生丢进去 然后就稍微等一下 唐老师刚刚丢的是花生碎 对 那唐老师今天还特别带来一下 对 唐老师你的花生听说都买袋壳的 对不对 对 然后我这个会自己剥 我就会把它 所以刚刚那一点花生碎 是你买袋壳的花生 自己剥 然后你就把它剥开之后 那万一你踩到地雷呢 所以我一定会看 如果这两颗都是好的 我就会把它放到碗里 对 然后把它磨去掉 来我们来看一下 对 唐老师现在剥的这两颗都是好的 对 就是说花生不是不好 花生是长寿果 非常好 但花生有个缺点 在台湾很容易有这个潮湿 发霉 黄菊毒素 对 所以你会带壳剥 自己剥 然后呢 OK的留住 那剥OK的 你就可能把它打枪剃掉 对 尤其如果是你剥开之后 两颗有一颗是坏的 一颗是好的 那个甲就整个不要了 好 所以唐老师今天要分享 这个辣椒 因为是简单自制的 低原辣椒酱 所以要做一个 这个韩式辣炒机 对 那唐老师 刚刚讲你这样的辣椒酱 自己做好之后 对 自己固定就是 一个礼拜做一次 一个礼拜吃光 所以其实自己做酱料 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因为你没有加膏盐 也没有膏油 也没有防腐剂 你不能期待你的辣椒酱 可以吃一年 这个不可能的 这个一年 我们大概自己也不敢吃 就算它没坏 我也不敢吃了 对 所以这个我大概就是 做一个礼拜的份 然后就把它放着 所以是小份量做就好 对 然后它的好处是 你小份量的话 你就是夹馒头还是拌面 其实都很容易就可以取得 你就不用再做了 好 那唐老师现在炒了洋葱 炒了胡萝卜跟葱段之后 现在放进去的是 马铃薯 对 这个马铃薯是 生的 生的 但是我切得比较薄 所以等一下稍微焖一下就可以 那我们的肉不用太早放 就这时候再来放 因为我用的是 老师这个是鸡腿肉 对 然后观众朋友可能乍看之下 觉得它长得不像 其实它是去的皮去的油 对 去皮去油的去骨鸡腿肉 你看多感了 然后我们这个很简单 我们就要这样炒一炒 然后我们就加水 好 我们稍微加一点点的水 那这个也是唐老师的全食物 这个其实也呼应 现在很多年轻人 其实喜欢韩式料理 可是韩式的辣椒酱 有些时候也是加蛮多糖的 也是蛮多盐的 因为它是利用糖来平衡它的辣度 那谭老师是这个韩式料理 也可以自己做 对 我们就是 尽量就是很少量的一些那个 好 这个时候 甜椒也都加上去 其实红黄椒可以 就是你要起锅前加 我觉得也可以 但是呢 我觉得稍微让它有一点点 比较熟的那种味道 那老师现在加的是黄帝豆 对 好 黄帝豆也是很营养的豆 现在 黄老师是很爱吃豆的 对 目前你还没有加主角辣椒 还没有 这个先让它稍微焖得有点熟 好 因为那样花生才会脆脆的 好 那焖它的同时 请教一下刘医师 现代人实际上这个越来越多 这个美式的风味 或者重口味的这个饮食习惯 造成这个慢性病跟高血压 都有年轻化的趋势 确实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好常在门针里面 看到一些年轻的 可能二三十岁就来看高血压了 真的越来越常看 二三十岁 二三十岁 对 然后我自己印象很深刻 是有一个二十八岁的OL 看起来瘦瘦的 然后你也不觉得它有什么问题 但是它来就是来拿血压药 那它就说它高血压已经十年了 但是它才二十八岁 对所以代表它十八岁就叫高血压了 对然后它十八岁入大一的体检的时候 就被发现那个血压就长了一百四四剂 对 十八岁就像五十八岁的血压 对 它就说进来的时候 我想说怎么来一个妙龄龄龄这样 然后它就跟我讲十年 我真的是吓一跳 那其实在我们医学上面 我们就要怀疑这样的人 会不会是有一些我们叫做 续发型的高血压 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般人 譬如我们五十岁以上高血压 我们会觉得它很正常 它叫原发型的 它就是高血压 但是这种年轻的高血压 我们要先去查查看 它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造成它高血压 譬如说它是不是肾动漫有狭窄 或者它是不是主动漫有狭窄 或者它是不是有甲状腺的问题 那这个我们叫续发型的高血压 那它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就跟它讲说 我要帮你查查看 因为如果是这些原因的话 你矫正掉之后 高血压就好了 它就跟我说 这十年来 我每看一个医生 他就要帮我做这些检查 但是真的都正常 它跟我说 它之前做的都正常 但我还是跟它讲说 我还是不放心 我还是想帮它做一下 那做出来果然真的都正常 然后说那你真的是原发性的 你十八岁就原发性高血压 你有没有家族式 他说有 他妈妈有高血压 可是他妈妈也是大概五六十岁 才高血压 不像他这样子 后来跟他聊了之后 才发现说 他的饮食习惯 真的极度的不正常 因为他就一个人住 那其实就要您关系刚刚讲的 他一个人住 他没有办法自己住 应该说他懒度 对他也懒 他也不想自己住 对所以 他家里面就是摆了一些这种酱料 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 就是可能饿的时候 可能就随便弄个面 然后就加好多酱料这样子 那其实他长期下来 那个味觉都习惯了 所以他一定要吃到那么咸 然后出去吃饭 他也是就要吃到那么咸 他才觉得好吃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原发性的高血压 真的是不能吃太鲜 因为像刚刚那个学姐 他有讲到 就是像 譬如说我们的钠离子 每天是2300毫克 化算成盐 就是大概5克 那我刚刚有特别看到 就是谭老师 他加那个盐 就是加一点点而已 这么大一锅 其实一点点而已 可是很多妈妈的煮菜 都是都加很多 对 然后所以其实很多人 都没有注意到他的盐量 所以真的我就跟他讲说 你真的就是要控制 你的盐的摄取量 不然很容易很早 可能就要去找这样一支 肾脏就坏掉了 高血要久了 肾脏也会坏 不是只有高血糖 肾脏才会坏 在美国第一位造成洗症的原因 是高血压相关的 真的喔 肾脏硬化症 那在台湾是 大家以为糖尿病 没有 台湾是糖尿病 没错 不过台湾还是有一部分的人 血压高后来洗肾的 我觉得血压也是会伤害到肾脏 对 特别他又那么早 就开始高血压 那因为我们的肾脏 其实里面那个森丝球 都是血管 对 因为血压高的话 他一样是伤那些血管 所以他还是有可能 造成最后洗顺 他才慢慢的 把他的口味调回来 所以血压真的要控制 真的 好 那同一时间 我们谭老师这一锅 也烧熟了 烧好了 对 然后这个熟了差不多之后呢 我们就把那个辣椒酱 就可以下去 辣椒就可以着亮下 对 因为今天好像大家都吃辣 所以我就 就都下去 那我就做两个下去了 好 那郭师傅应该 那自己调整 郭师傅川菜师傅 他吃的比我们辣多了 好 那我通常 因为教育师跟我一样 不吃生食 所以我这个西芹下去 也是要煮的 然后那个 可是你们看 谭老师下的辣椒 是清爽的辣 对 这个平良心说 传统的川菜 很多时候也是油辣 就是油带辣 对 那谭老师的辣 其实是生辣椒的 清爽的辣 对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小黄花 也进来再加热 然后这样其实就可以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这个跟一般的辣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跟一般辣就是偏咸偏油 那这个是完全的 而且我跟你讲 吃其实我只吃掉两块肉 其他怎么讲一碗都是蔬菜 而且它的蔬菜 很多都带水分 那个水分会平衡掉酱料的那个风味 所以相对上 这个像冬天很多人喝水不够 或者酱料吃太咸 结石很多时候都会发作的起来 没错啊 因为其实像我门诊看一个病人很好玩 36岁的上班族 都夸张你知道吗 他自己后来讲 因为我们被我们搜出院 他在讲 他说他每一次吃火锅 他用掉会用掉三碗的酱料 酱料不用钱你知道吗 当然会贡猴 那结果就是怎么样你知道吗 因为第一个冬天大家都不会口渴 因为没有蒸发量有限 所以大家都会忘记喝水 所以冬天很多的尿会变很少 你要知道尿很少 然后像他那样的人又吃很咸 会有什么结果 尿很少 那里面很咸的时候 那离子排泄的时候 又要把钙离子带出来 所以他那个很少量的尿里面 就含有很高浓度的钙离子 那钙离子浓度高就会超饱和 超饱和就结晶了 那结晶就来了 就变成结石了 结石 很可惜不是结钻石 对不起 结的是石头 好像结石在不同部位是不一样的 没错 在这边算肾脏结石 肾结石 在这边是尿管 在这边是膀胱结石 这是尿道结石 那总而言之结石都很痛 都很痛 而且越狭窄的地方越痛你知道吗 那个宽大的地方 像膀胱结石很多人没有感觉 我们也看过肾结石 入脚结石好大一颗 它也没感觉 可是卡在中间这种 小管子里面的结石 那个就是痛得要命 重口味这种饮食 要注意的是体重的控制 对于这种关节退化的问题 关节疼痛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都跟别人讲 你体重要控制 外面的味道有时候 它为了增加那个口感 它反映很重的味道 那很重有时候两个会互相抑制 最酸的柠檬汁 通常可能都已经是10颗20颗 放在里面 而且坦白讲真的 最危险也是这种小地方的结石 尤其是塑尿管结石 我们也常常看过有人 塑尿管结石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们现在也不太了解 它不能听起来 那等我们发现的时候 这个肾脏吹起来就像一个气球一样 那么大 15公分 然后里面的通通都是尿 那整个肾脏都变薄 薄的跟一层皮一样那么薄 那最后那个肾功能是 撤起来完全没有肾功能 我也看过两边都堵成这样子 后来那个老先生就去洗肾 那像这个36岁这个上班族 就是被半夜痛醒过来 吐 然后后来就是尿里面有血 所以跑到急诊室 很容易就发现 它这个塑尿管结石 那塑尿管结石 我们照X光片也看到了 那因为在超云波下面 看起来肾脏已经开始鼓起来了 代表它已经完全堵塞了 所以只好收住院 因为根据研究 你只要把塑尿管整个堵死之后 12个小时之后 即使把石头拿出来 肾脏里面的细胞的伤害 是不可恢复性的 所以就会一定留下某一定的伤害 所以我们很急的就赶紧 收住院 那隔天早上就进去取石头 所以像石头这种病 其实跟你自己的饮食大有关系 你非得吃那么多的盐巴 那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很容易结石 所以古代说结石 是有钱人的病 为什么 有钱人吃很多的蛋白质 蛋白质会促进钙的排泄 有钱人用得起盐巴 古代咸很贵的 对不对 古代咸又糟糊 所以盐巴用越多 越有钱的人越容易结石 所以这个结石叫做富贵病 真的 而且冬天吃辣 真的要小心 对 冬天吃辣要小心 不过我们可以先说 其实像谭老师的这道菜 它是微微的辣 其实微微的辣 它里面那个辣椒素 对身体其实是好的 因为像美国 它有一个研究就发现 它追踪了一万六千个人 二十三年 就发现 有试料在吃辣的人 它得到心脏疾病 跟脑水管疾病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那中国也有一个研究 蛮好玩的 它发现四川人的那个 得到高胆固醇血症的比例比较低 那我们知道四川人来吃辣 所以辣椒素其实 它还是微微的有抗氧化的成分在 可是我们讲的是适度 不要过度 那其实像现在 其实像外面 坊间的那些麻辣锅 真的都是过度辣 又过度油 所以其实我也长期吃这些 过油过辣的东西 对胃还是一个伤害 因为我就记得 我有一个二十几岁的患者 然后他就是大学生 那他其实知道自己肠胃不好 他每次辣回家必辣肚子 隔天一定辣肚子 那他自己也知道 但是你知道有时候就是同财 同学休旧来吃麻辣锅过生日 他也很难拒绝 对他如果不去 他就对冬天 他真的没有托可以去了这样 所以他就还是胃硬去 然后有一次他来之后 他是比较可怜 他就说他前一天 就是也是同学吃麻辣锅 跟着去 好然后去了你也不能不吃 因为他也没有别的东西好吃 然后其实他自己爱吃辣啦 可是他肠胃真的不行 我们特别讲说肠胃不行的人 尽量不要 就他吃到一半的时候 觉得胃剧烈的痛 然后他就赶快就是跟朋友说 他要先回家了 因为他好不舒服 然后那天晚上他在家里 滚来滚去的胃好痛这样子 跟现在看着 我就说我要把你排个胃经 因为他那个痛的程度 可能不是一般的胃炎 果不其然那个胃经做进去 好多个小洞就是胃溃疡 对所以说 其实你本来胃肠不好的人 其实你在吃辣的时候 微量就好 不要过度 像房间那种 我觉得都太过度了 而且房间的麻辣锅 可能不只是过辣 对 他又滚烫又油 对 然后很多时候麻辣锅吃完 又烫嘴烫什么 对 然后那个滚烫的高温 跟这个高温的食材到胃里头 对胃黏膜就很直接造成伤害 没错 因为你想说 就是他在口腔里面的时候 就造成你口腔 其实会疼痛 会不舒服 然后你拉肚子的时候 其实如果你吃麻辣锅 那种拉 肛门是会很刺痛的 对 那你可想而见 就是整个消化道 就是他经过中间的那些地方 一定对黏膜都还是有伤害 所以这种慢性的发炎 久了 其实我们还是比较怕 会有些癌病变的可能 对 所以还是尽量少 而且过度的重口味 也容易造成水肿跟肥胖 那水肿跟肥胖到一定程度 就很容易对关节造成伤害 对 这是我想要讲的 其实重口味饮食 我们知道是这种高血压 这种身体的内科疾病 其实相对的续发型的 我们第二个会带来 就是一些关节的问题 我在门城曾经遇过一个28岁 28岁的男性 进来的时候 哇 你看这个 你眼睛就估算他BMI 至少超过40了 因为就是非常胖的一位 28岁 他说他其实10年前 就开始足底筋膜炎在不舒服了 可是在28岁来看 我是因为他的膝盖也开始在痛了 而且你肉眼进来看 就是他就是X型腿 这个不是那位病患的X光 只是让大家知道 什么叫X型腿 就是说你的脚 那个脚看起来是这样子X型的 他膝盖会痛了 然后他的足底筋膜炎已经痛10年了 反反复复治疗不好 我帮他照一张X光 他的膝盖已经有退化性关节炎了 才能 所以其实这么年轻的退化性 我们应该称不上退化 然后这种关节能产生 就是直接来自于他的体重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代人 对于这种高重口味的这种饮食 要注意的是体重的控制 我们常常对于这种关节退化的问题 关节疼痛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都跟病人讲 你体重要控制 好 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郭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油葱酱 那这一罐是师傅事先做好 没有错 那这个也是这个万用的油葱酱 对 它不管热炒凉拌都非常的适合 那首先这个酱本来就是 就是有那个文昌鸡 有没有 那个整个沾料 我下一做一些改良出来 那油葱酱的沾酱呢 它本身呢 它都是用全部都是用鸡油 下一提炼出来再做一个沾酱 但是我们今天的健康取向 我们用这个鸡油 然后呢 这个咸米油 那一起下一做提炼 好 那这边呢 大概我现在因为全部都是鸡油 我们健康取向我们今天的换的这个 对了 玄米油 对 玄米油大概2 然后呢 鸡油大概1 这样子的比例 如果不吃鸡油 或者家里没有鸡油 可以用什么替代 当然可以替代啦 但是那个香味 不一样 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你也可以用植物油 也可以用 对 只是香味会有差 对 好 那这边的油呢 我们烧开 烧开到170 160的时候呢 我们再冲 那现在这部分呢 直接呢就把它放在 好 葱花放进来 所以油葱就是要用油来葱 对 还有蒜末 好 蒜末我们给镜头拍一下 这个也是很干爽 不好意思了 我发现你们所有的材料 都今天特别干 对不对 因为呢 在做酱料就是怕水分太多 水分太多 所以一定要擦干风干 对 一定呢 假如你酒放的话 会怎样 会小心有细菌出来 这个辣椒也是特别干 对 还有气质 对 我没有很辣 来 直接放进来 嗯 再呢 姜 姜末 也是特别干爽 对 干爽 然后直接呢 也把它加进来 好 然后还有放一点蚝油进来 嗯 蚝油一大匙进来 好 还有酱油 好 因为咸度一定要有嘛 这五大匙的酱油进来 就是蚝油跟酱油贡献的 对 还有糖一定要加一点 不然你会太死鲜 嗯 好 加一点糖 糖加进来 这个少量作量 对 一般的观众朋友 搞不好做的油葱酱 不会像师傅今天示范这么大一碗 然后一样可以少量做 因为这一半就好了 好 然后师傅待会会葱汤示范 那这一罐是师傅事先做好的 我给镜头拍一下 师傅所以这一罐上面是油 下面其实就是刚刚的香料 嗯 像蒜啊 姜啊 葱啊 辣椒啊 都还看得到 对 这样的油葱酱 可以放多久 三天 你三天就把它吃完 不能野心太大 一次做一小碟就好 对 你也可以做一小碟 然后因为你加很多六七口人口的话 很快就用完了 因为呢 你在拌 比如说面煮完的时候 拿起来拌面 然后加一点 然后炒菜加一点 都可以的 然后炒菜炒海鲜 炒东西也都可以吃 对都很棒 所以如果你有在烹調的话 其实三天内把它用掉 对 还有白斬鸡方面呢 你把它当成一人脏将的话 那都蛮不错的 好 那师傅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锅 一般的观众朋友家里头厨房 不一定有温度计 那你怎么判断油温大概一百七十度 油温呢 我们先来这边 每支的筷子 一定都有一点点水分嘛 你要不要放在上面 他你看到现在呢 有在冒泡 一点 他冒泡越小越快的话 表示他温度越高 那假如说呢 温度很低的话 他就是 比较大的泡 然后呢 慢慢慢慢上来 现在还不到 然后呢 也可以用手 但用手不是伸进去 放在上面 好不好 好 应该差不多了 现在差不多 一百六一百七了 有没有 有 好 很快了 对 好 那现在呢 直接呢 就可以把它冲在 来 好 慢慢下一冲 来 冲这个其实要小心 今天事物是示范给大家 所以做比较大分量 观众朋友可以自己斟酌 自己家用需要的食材跟分量 对 好 你是分两次冲的 你冲第一次的时候稍微搅拌 然后再第二次 然后怎么样 让它沉淀 然后呢 慢慢 现在搅拌 搅拌 让它热油呢 让它整个香味 像蒜头啦 葱啦 整个香味 有没有 有 慢慢呈现出来 那搅好了以后呢 现在整个 我们酱油啦 那个糖啦 整个再把它搅动一下 然后充分的搅匀 搅匀了以后呢 就像这样子 然后放凉 然后呢 直接放到冰箱里面 就冰一天才可以用 为什么呢 不是当场用 不是当天用 没有那么香 你现在误误看 现在可以闻这边 再闻这边的 好的 那个因为呢 放在冰箱 是让它熟成 这边更香 对 熟成 熟成那个整个香味 才会更自然的香出来 好 那今天我们做一道呢 油葱双鲜 好 那我现在理解师傅说 随便炒什么都好吃 对 这个如果炒 什么鸡块也会好吃啊 炒面炒饭 应该也都会很香 你就把它背起来一下 就用光了 所以师傅今天的双鲜 其实就是很家常菜 所以家常菜有的时候 这个钢符 要加就是这个酱料 对啊 就是一点滚而已 很多东西你 油温方面啊 不然很多观众也会炒这个 豆腐啊 虾子啊 对不对 对啊 然后呢 油进来一点 这个香 然后师傅先炒的是海鲜 先把它炒香 对 炒 拌 好像拌炒拌煎这种感觉 有没有 把这个海鲜把它煎香 那香味就出来了吧 对 然后再加上刚刚油葱的香味 等一下就直接倒进来 拌一拌就可以 那师傅这个油葱是有蚝油 有酱油的 还有糖 还有糖 所以其实这个酱料去拌炒的时候 就不用额外再加调味料 不要不要 这样已经过了 这样已经过了 这样也叫方便酱啊 好 那现在呢 香味出来了 再把 红甜椒 红甜椒再加进来 对 然后一样让它拌炒炒香 所以这个酱是熟成了 所以酱最后再加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 酱料酱也跟SO酱一样 差不多 就是很多用法 对 好 那直接把它加进来 然后我觉得这种油葱跟那个 我们有的时候吃港式的那种烧鹅啊 那个烧辣店的油葱又不大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港式那个是传统的葱 加上一点油跟盐嘛 我刚刚你没有注意听我讲吗 这是我自己自己密制的 密制的 对啊 好 那这一道呢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再来上菜哦 因为这个酱是百搭的 没有算百搭的 这个如果有什么地瓜月啊 什么高粒菜啊 烫一烫就好了 绝无仅有的味道 甚至会加很多 所谓的人工甜味剂 那这个人工甜味剂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随便讲啊 像28年当初就被 现在很多人在批评说 他当初在欧盟通过 用了三篇文章 都是厂商自己提供的 他做的 所以完全没有中立方 提供的任何的资讯 那这样子一个代糖 加进去降到里面 很多人还有幻想 很多人想说 那因为加代糖 所以它不是真正糖 所以吃了血糖比较不会高 我有一个糖尿病的病人 就很好玩 他就是 我怎么控制 越控制越糟糕你知道吗 结果后来我才问他说 奇怪 为什么我听你讲 你淀粉也什么 没吃什么 没吃甜的都不敢吃什么 你为什么血糖是控制不下来 他这个 最后他坦白认我招认 他因为怕血糖高前 所以他泡咖啡 他也用代糖 那他选酱料的时候 他也要选那个 基本上就一定还有代糖的 因为他是要加到代糖 像蔗糖素 它是糖的两百倍的甜度 所以你只要加一点蔗糖素 基本上就不会加其他的糖了 所以他很了解这一点 所以他全部都选有代糖的 不过他忽视一点 其实这个当初 连我们医生和营养学家 也都犯了这个错误 代糖本来希望说能取代糖 降低我们热量的摄取 可以降低我们糖尿病的血糖 可是后来发表在Nature 两三年前那篇文章跟你讲说 其实代糖一样会升高血糖 代糖一样可以刺激 胰岛素的分泌 所以像我那个病人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你再继续吃这个代糖下去 你有一天 你就要打针了 因为我们台湾病人很怕打针 你知道吗 可以用打针来吓他 所以跟他讲的时候 改的时候 你看他把代糖整个戒掉的时候 他这个血糖真的比较好控制 从原来的八点几 降到七点五左右 我觉得还算差强人意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其实很多化学东西 我们发展出来是一片美意 想说可以做什么好事 可是后来发发现结果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那问一下刘医师 这个重口味不只伤肝肾 也伤肠味道 对这是一定的 像重口味 其实我们在吃重口味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很难去吃到足够的膳食纤维 那膳食纤维在我们排便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我这边讲一个便秘的故事好了 因为其实便秘在就是年轻女生 三四十岁这个族群来讲 其实真的非常的常见 根据统计其实大概就三分之一 十个可能就有三个 就是有便秘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女生其实比例更高 对 那我自己有一个患者 她是大概二十几岁的银行行员 所以平常就久坐 然后又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 然后也不太吃蔬菜 然后也不太喝水 然后总之就是急了所有 她会发生便秘的危险因子于一身 所以她平常来我的门诊 就是来拿软便药 她很依赖软便药 跟一些我们讲的缓泄剂 她就是要靠这个药 不然她排便就排不出来 那我就跟她讲说 你还这么年轻 如果你常常就是要靠这些药物的话 其实恶性循环 如果你常常用便秘药才能排便 所以你之后可能便秘药要加的更重 你完全无法自己排便 那她就是不太听 那她说她平常排便 因为便秘久了会有什么问题 还是会有一些肛门部分的问题 那像她就是便秘 便秘久了之后 她就说她有时候排便都会有一些血 都会带一些血 但是因为不痛 所以她就先没管她 可是有一次她是便秘的很严重 结果那个发现说 因为她搭便很硬 所以她在排便的时候 就突然觉得肛门口一阵撕裂痛 很痛 而且那时候她来看的时候 外面还凸了一颗外痣 然后因为非常的痛 所以她这次真的就是有点吓到了 那为什么有时候会痛 有时候不会痛呢 其实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便秘久的话 其实就是会有一些 肛裂跟痔疮的问题产生 那我们的肛门 其实有一条线叫做齿状线 齿状线 齿状线以上是没有痛绝的 那有些内置 只要齿状线以上就叫内置 所以她大部分你出血来表现 那如果你出血就不会痛 大部分就是内置 那齿状线以下是很痛的 所以有些人开 那个痔疮的手术是非常痛的 那如果在齿状线以下 就是叫外置 那有一些钢裂也是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你长期的便秘 大便都很硬的话 其实就会造成这个 黏膜的破损 然后就会痛 然后就会肛裂 那我们更怕是可能有些 肛门浓阳等等的 所以其实那个便秘 还是要好好的处理 尽量不要吃一些 太重口味的东西 而且陈医师 听说过咸的酱料 如果造成身体内 电解质的不平衡 很多人也很容易抽筋 其实抽筋这个问题 很多人来 然后他们就很直觉地想到说 医生我抽筋 可不可以给我肌肉放松药 其实你要去探讨 这个抽筋的问题的来源 有很多种 那最常见的当然就是 我们看到第一个 你使用过度疲劳 很多人运动之后会抽筋 或者是像一些年纪比较大 他的脚的周边循环比较差了 我们第三项的寒冷刺激 或血液组织 就是说你的血流不太通畅 你积在你的小腿 那容易一些废物堆积 你容易产生那个肌肉的筋卵 那当然最下面这个滴血盖 真的是大家比较有概念 就觉得说啊我会抽筋 大家有可能就是滴血盖嘛 因为很多孕妇只要抽筋的话 医生都跟你说 那多补充钙 因为钙离子 我们这样想到这个离子浓度 它最重要就是 它对我们肌肉的 肌肉那个磨电位的平衡很重要 当你钙离子缺乏的时候 你的那个肌肉那个磨电位 那个发质会降低 你会很容易被激发 等于说你很容易会让你的肌肉 过度收缩产生抽筋 那最主要是符合今天的一个主题 就是说电解值的不平衡 当然这发生几率比较少 但是多半我们都过犹不及都不好 你纳太高的话 代表你的甲离子相对低 甲低我们都知道 也是容易抽筋的嘛 就是为什么运动员 他运动过后多补充甲离子 吃香蕉这些会有效 纳太低也会有问题 纳太低的话 也是容易会造成这个 磨电位的一些改变 它容易会抽筋 所以对于这些身体的纳甲离子的平衡 这也是有时候是老年人 我们需要进一步去关怀 看看他有没有这些离子不平衡的问题 而且过咸的酱料 好像也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对 其实我们在吃东西 所以一个很麻烦的地方 就是不同的口味 就会有一些互相结抗或交互的作用 像糖 盐 还有酸 还有辣 其实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柠檬汁 像外面卖的饮料 他常常你会觉得说 这柠檬汁不酸 然后也不甜 吃起来很好吃 可是实际上不酸的柠檬汁 通常可能都已经是十颗二十颗方糖在里面 所以它那个味道被结抗出来 那其实我们在吃这些菜的时候也是一样 外面的很多菜色 其实它会有一些互相结抗 或互相辅助的作用 那像我曾经有一个很好玩的病人 就是我就一个七八十岁的老阿婆 然后我就跟他问他的病史 然后再治疗他糖尿病 然后就发现说 奇怪他的平均血糖都很高 就他糖化血色素很高 可是他每次来空腹抽血 空腹血糖都很OK 然后我问他 他又不喝饮料 他也不吃果汁 就是甜的东西 他其实基本上都不吃 后来再问下去 他还说因为他是浙江人 然后他们浙江的菜色很多都是糖醋的味道 然后糖醋里面就加很多的甜 但是因为他又有一些其他的酱料 去把那个甜味压住 所以他觉得这不甜 他终生几乎都是这样吃 那所以他没有觉得说自己在吃甜 可是实际上他的酱料本身就已经有甜 甜在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一种酱料带来的影响 对那更何况 像我们刚刚我们刚的这道菜其实就很有趣 我们家的那个盐 盐巴跟糖的量其实并不多 但是这种微量的糖跟盐 他反而会互相交互 会把那味道更提出来 所以反而用少量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很好吃 但是外面的味道 有时候他为了增加那个口感 他反而用很重的味道 那很重有时候两个会互相抑制 所以他反而味道会 其实你会吃到过量的糖或盐 但是你没有觉得 你会觉得这很好吃 这很健康 我一点都不甜 那实际上回去如果一两血糖就 可能就冲很高 那节目最后 江医师也给观众朋友一个健康小叮铃 酱料号称开门七件事之一 所以它的重要性质不带盐 不过其实大家第一个要学会 看这个标示 那你要看到里面有防腐剂 你就再想想看 尽量自己做 今天节目里面教了大家做两种酱 其实以前节目也教过大家怎么做酱 而且你可以使用一些辛香料 来取代盐巴 对 满足你的味觉 可是不至于让它太单调 可是又不会伤害你的身体 造成高血压等等的问题 那最后请记得 你自己做的酱料 因为没有加这些防腐剂 所以它没办法放太久 放冰箱 然后一个礼拜之内大概都要干掉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中毒 好 谢谢江医师的叮铃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酱料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 取代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同一时间我们LINE的官方账号的主页 也会po上我们的食谱跟健康的资讯 还有节目的预告 欢迎观众朋友分享 也欢迎大家扫描我们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账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来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